位于香茶市香春坊的柳谷双塔 是国家级艺术建筑遗迹 是富有战族文化特色的宗教建筑工程 最近经过发掘后 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与成天顺化省文化体育厅配合 公布了关于该遗迹规模结构性质和年代的多项新发现 我们在北塔发现了沙岩牛头装饰 这一发现说明 以前我们认为柳谷双塔完全是由砖建造的 但现在我们发现该塔的建造中也使用了石材 此外还有一些佛像头饰的碎片 以及14至18世纪越南人的陶瓷物品 通过对柳谷双塔的研究 我们已了解到战坡文化是顺化文化的基础 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天顺化省是记录着战坡文化发展最为灿烂时期的重要地区之一 全省有44处与战坡文化有关的遗迹 其中包括17座寺庙和塔楼 三座城堡 以及墓葬碑克古井等许多建筑 此外已获记载的战坡文物250多件 我们也多次建议省领导加大对战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视 将战坡文化收藏品会集到一处 以便更有效地管理运营保护和开发文物 成天顺化省是一个保留着许多与战坡文化遗产有关的独特文物和遗迹的省份之一 通过保护并弘扬这些遗产价值 不仅丰富该省的旅游产品 还有助于遗产保护工作 请不吝点赞订阅